大家好,現在是2018年的11月28日,星期三的上午十點半鐘 又在這個時間幫大家拍攝節目的談天說地 一早就…哇,假裝陽光很厲害 我先走去聽房東說今天會有雨 但我看看這個天好像晚暗暈暈 不像會下雨 如果下雨的話也是晚上下的,日後不會下的 這裡是我們這麼多年的經驗 是晚上,可能晚上凌晨到第七、八點就停不下 很少日間下雨 今天有什麼安排呢? 一會兒有個朋友就會過我這邊喝茶的集合車過來 一會兒就可能會去我們這邊的羅蘭光半島喝茶 我在這裡就等他了 在等他這個過程中 我在後花園就是… 做這些節目 最重要是出店裡休息 每天的生活上的洛杉磯 九字馬路的點點滴滴 一魚都在這裡 呈現給大家眼前的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就是… 前天我在湖那裡那些大公園那邊拍照片 拍錄像是非常寫意的事情 拍錄像是一個地方大 景色不同的地方 有很多這樣的景緻 所以… 只是一個好的地方 這樣… 小陽就開始休息 今天就是想幫我一個公園 不過要下午才可以 有朋友過來 我喝完茶之後 看看怎樣 十點多 今天這個天氣比較淡 淡淡的天氣 非常舒暢的天氣 很舒服 很舒服 這裡的空花園是放置 種了很多這些,有橙、檸檬、番薯葉、糖蠔 都是在超市買些盡了回來種的 這些新鮮蔬菜,菜也不用買了 炸起來就可以吃,氣候和土養比較肥 所以其他地方要施肥,這裡不用施肥 這裡也要生肥 所以北京就是洛杉磯、美國、地大、草蠔 跟蹤面積很多 當然很多人在這裡吃的蔬菜是用人工工席 即是室內去判職,不用在露天中 就算不存在,就是向天賀飯吃 因為你們有限裏閃電,災,食物會減產 因為它全是室內的,所以不受天氣影響 全部都是這樣,當然這些東西也有 有基因之類的蔬菜也是會有的 所以你看到蘋果和水果 就比較大大隻的 肯定是用科學的配搭才會 就不就這樣出來的 好了,今天就是聊到這裡 我先喝一口茶